謝謝,打開 OK,好,那大家好,我是Kelmy 那今天的提案復活者聯邦 實際上因為有很多時間不做 他們的時間都在討論 那今天有一位朋友來幫忙 我們討論的方向反而偏向是說 這個 了解,來看,先看一下專案律 蛤? 我剛剛就這樣說 因為其實原本我的想像是說 很多專案嘛,所以我們可以先去挑專案 所以我在這邊有整理一個專案列表 在這個地方 那這個專案列表包含了從 第0次開始到第25次的那個 GV Hacker 所有的專案 所以如果我可以把它告訴大家可以看的話 會更有趣一點 好的,好 好 應該可以了 OK,好,一個這樣完整的列表 左邊有借數 提案人 然後還有那個題目 所以這個表你如果搜尋一下 鄉村長搜尋一下 可以知道 題目多少次案 那我們前幾次有一次做了一個整理 是把這邊標籤打出來 不過今天我們聊 這個分類可能 還是要看說那個SDG的分類來分 然後16種類 感覺會更有意思 所以我們最後就在這邊加了3個欄位 1 2 3 想說一個專案可能會有3種 當然大部分我們現在只填一種 然後這個填完之後 就比方說 假設我們這個輻射兩側地圖 它是第7類 第7類是什麼 在裡面選單就可以看到 我們這邊會有一個 第7類是永續能源 那這個東西分完了 就可以做一些分析 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那怎麼G0V 20幾次 30次以來 大家都提什麼樣類型的案子 結果發現大家都非常關心 公平、正義、和平 結果呢 這個海洋生態就一個了 可能就是今天的搞不好 因為今天這套只有包含到第25次 然後可續的成長 32次 工業化39次 感覺是蠻有BIOS的一個資訊 可能因為大家都是因為憤怒 所以就來這邊 憤怒完 我們就公平、正義這樣 我覺得這其實蠻有意義 蠻有趣的 那個粉絲 那蠻可惜 那位朋友他 有提兆兆 沒有辦法親自講這一段 他還做了一些觀察與想法 在後面 因為這個 這個 Excel 在 這個提案表裡面的 那個網站的下面 可以找到 所以大家有興趣可以自然逛一逛 可能就不要太細節講 比方說他提到說一開始有大量政府 提案資料的計畫 然後也提到說 可能是因為比較偏向技術社群 所以大家都蠻欣賞於重開放資料做手 因為這個不需要跟人碰到面 就把資料就好 資料拍一拍 我們就跟人家在講 我就完成了 好棒棒 所以就提到說 那好像活動方面的東西就比較少 這些觀察我覺得都蠻有意思的 一個提案的質量的分析 專案的專案 專案分析的專案 其實這一點也就讓我去想到說 像我們在這邊 因為我們其實有點分頭進行 我一邊去看這個大表 然後一邊就想說 那我到底要找哪個提案來做 那這邊好像就會變成是說 我們可能還需要幫這些提案 再建立一個 算是入口資訊的頁面 因為我們假設把這些提案都拉完皮 那那是不是最後還是要有人要看 所以在一開始我們做舊松網的下一個目標 就是那個 發掘HUB 好像就有點要死惠復蘭了 不過今天還沒有機會去做這個部分 因為我就先把一些專案拉個皮 這是剛好就有一個朋友跑來跟我 說我有某個專案 為什麼不在那個什麼網站上 我就說 那我就順便就幫你把那個東西拉個皮 好 它叫文字館APP 這是第六次黑客松的提案 它是在收集那個全台灣的那個 文字館底的那個照片跟位置 那現在大概做成像這個樣子 我們可以去看這個計畫的簡介 然後它的一個影片 這是那個計畫的那個 藝術家姚慧中老師 他的一個影片 然後他們後來就把它開放的資料 變成一個APP 可以下載去查詢連結 給大家 攝影紀錄跟他們的照片 然後還有像是這個初期成員的一個介紹 然後相關連結還有它的授權方式 這是剛剛花了一點點時間 我們試著把資料整理起來變這樣 那其實我今天發現這件事 就是我不應該自己來做 應該是大家有需要來找我 所以我們應該要把它變成一個是 網頁HUB 任何專案 想要做網頁 找不到人 不好意思做 找我們就對了 好不好 所以下次我們應該會提這個案 OK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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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